我觉得还是靠体感在做 就是说就是直觉 没有 其实分析不了那么多 什么是市场 什么是 什么是艺术 就是 就这两个问题 从 从我没有入行就在争论 就一直在争论这件事 但是其实它没有答案 而且它也是非常动态地在 在发展变化 因为 观众也在不停地变化 对吧 然后评论也在不停地变化 就是整个世界在向前发展 各种标准都在发展变化 所以其实 你去想那么多也没有什么价值 你只在说 就是问你自己的感受 你觉得这个感受是不对的 是不是真实 只要每次都做好 这个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因为从我的这种经历里面 去总结我发现 其实你是越想可能就没有 所以不如就不想 你不想的时候 你的技术动作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你可能反而会有 就像一个运动员 你上赛场的时候 枪响了 你还在想 是不是能拿到金牌 你是不是能拿到 我是第一还是第二还是第三 你就算这事吧 你肯定跑到道路第一 对吧 你不太可能 你上场之后 你就想就是这件事 对吧 你就想这个速度又不慢 还有我身体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只有这一件事 专注地去做的 它才有结果 那是 happened 所以面的 面我们在的 梦想去做的 我喔 我的心想去讲